时间进入2020年后 随着美军策划了苏兰曼尼刺杀案 美伊关系骤然紧张 随时有爆发大战的风险 所有人都在疑问 美伊开战的可能性有多大 一旦开战 军力缠入的伊朗又能坚持多久呢 对于这个问题 不少人都拿当年的伊拉克战争举例 2003年北约入侵伊拉克的时候 萨达姆首长百万大军 拥有中东规模最大的装甲部队 但即便如此 仅仅苦撑了25天就宣告战败 再看如今的伊朗 军力规模只有当年伊拉克的一半60万人 比伊拉克更惨的是 伊朗军工业被封锁多年 很难从外界获取先进武器 尤其是决定现代战争 胜负关键因素的空军 伊朗更是与对手相差10万8千里 最先进的战斗机 竟然是服役了几十年的美制F14战斗机 但要补给严重不足 后勤也得不到保障 如此看来 一旦美军发起侵略 伊朗能否坚持25天都是个问题 不过有军事专家分析 如今的伊朗 其实和当年的伊拉克大不相同 美军一旦发起战争 绝不可能轻松取胜 首先伊朗与当年伊拉克最大的区别 就是导弹力量十分强大 多年来 伊朗虽然被美国封锁 难以得到先进战斗机 装甲车辆等主战装备 但他们却闭门造车 生生打造出一支强大的导弹部队 甚至拥有弹道导弹 这种可以一发入魂的强悍武器 美军的行动中 美军就首次体验到 被弹道导弹袭击的恐怖经历 彻底认识到伊朗的强大 其次 伊朗内部稳定国民一心 在美军入侵伊拉克前夕 曾发动艳术计划 策反了大批萨达姆星星 使伊拉克十万多精锐大军战斗力尽失 此外 萨达姆由于执政残暴 民心尽失 不少伊拉克人民对美军 甚至是夹道欢迎 但伊朗就不一样了 作为政教合一的国家 伊朗内部团结稳固 全民反美情绪高涨 美国根本没有策反的可能 当然了 美伊军力悬殊也是事实 若两国交战 最终的胜利方依然是美军 但据专家预计 美国想要成功拿下伊朗 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而且在主要战争结束后 还会陷入比阿富汗战争 更深的战争泥潭 帮助